扫帚是我们最常用的物件,每天都离不开它,很多人家随手放扫帚的情况很多,但是扫帚在家居风水中却非常有讲究,放不好,会形成非常糟糕的能量场,让你每天的努力都白费。 扫帚的功能是向屋外打扫脏屋,风水上代表破财与霉运,并非吉祥之物,你一定听说过扫帚星这样的词语,这也是当年江太公封给自己的妻子的。 江太公江子牙,七十二岁下山修道,在宋义人的撮合下娶了六十八岁马氏为妻,诗云,离雀昆仑到帝邦,子牙今日娶妻房,六十八岁黄花女,七十有二座新郎,婚后马氏多次让江子牙做生意,可惜江子牙屡坐屡亏一事无成,马氏心灰一龙便和江子牙离婚了, 那个年代丈夫被妻子抛弃还是很丢人的,江子牙无奈立下修书,并感慨清竹舌耳口,黄丰伟上针,两班犹自渴,最独负人心。 后来江子牙帮助周五王成就帝王之夜,风神使他把马氏封为扫帚星,扫帚星多形容女子命格不好,会使人眉运连连,扫道呢,哪里倒霉, 命里中也有铁扫帚,不论男女,命犯铁扫帚会一生破落,殃及家人,所以请一定重视扫帚的摆放。 有五个地方千万不能放,第一是不要放在门口一侧,很多家庭都习惯把扫帚放在门边,扎起来就用,甚至垃圾桶也放在这里。 门口可是家居风水中极为重要的位置,是那生气财气之所,扫帚放在这里会阻碍财气的进入,而且会让扫帚上的污秽之气污染整个屋子。 不管门里还是门外,都不要在门口放扫帚,第二是不要放在客厅卧室,卧室和客厅看见扫帚,有爱观瞻是直觉反应,但是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家人的健康与各方面的运势。 扫帚本身带有很大的破败之气,并生有阳动的气场,绝对不要放在床边,沙发等日常坐卧休息的地方,略懂风水的家庭都会把沙发,床位放在彩位,但如果不留意,彩位之处顺手放了把扫帚,这财运就难以聚集。 第三是不要放在厕所,厕所本来已经是家中最污秽的地方,如果栽上一把带有破败之气的扫帚,会加重破败与污秽之气,这时候扫帚也会带有厕所污秽煤气,用它打扫屋内,屋内也会布满污秽的煤气,拖把也要随时清洗干净。 干爽,最好也不要堆在厕所,厕所一定要保持空气清新,地面干爽,整体整洁。 第四是不要正对门窗,有的人家喜欢把扫帚放在阳台上,甚至还会高高挂起来,门窗是家里阳光,新鲜空气的来源,也是生气地进入场所。 在这样美好的事物面前挂上扫帚托把,会阻挡财气,生气进入,屋内财气也会扫地出门,时间长了,家中破财。 第五是不要多把扫帚堆放在一起,有些人家里不止一把扫帚,托把也是各色各样。 为了图方面,有些家庭就把扫帚,托把堆放在一个角落,都把扫帚放在一起,意味着家人之间经常发生矛盾,不利于家庭和睦。 家里一把扫帚,一个托把也就够用了,这样的物件不要多置办,而且要及时清洗,保持扫帚,托把得干净。 那么,托把放在什么地方最吉利呢?托把是家中最常用,最不起眼的物品,从家居风水的角度来说,在室内摆放物品时,不要随意摆放,要注意摆放物品的风水机会,否则将会影响居住者的运势和身体健康。 如果把扫帚放在不当的位置,会破坏家里的风水氛围,但如果放置恰当,就能能平衡家里的命运,提高整体运势,达到心力聚裁的效果。 扫帚是家里打扫卫生时要使用的工具,其容易聚集污垢,要是位置摆放不对,容易扰乱家居气场,要合理摆放。 一般来说,家里的扫帚适适合放在餐厅、厨房、卫生间门口、大门后、卧室门口等位置。 餐厅和厨房一般是废弃物比较多的区域,将扫帚放在餐厅和厨房,方便打扫卫生,有利于聚裁,但是扫帚不适合正对着造具进行摆放。 建议摆放在造具的鞋对面,扫帚可以清扫污垢,将扫帚摆放在卫生间门口和卧室门口,可以缓解家中的污浊,让室内气场均衡,提高居住者的运程。 大门市住宅重要的那气窗口,将扫帚放在大门口后面,可以起到驱煞的功效,预示着扫掉进入家中的霉运,提升居住者的运势。 需要注意的是,家里的扫帚不能放在正对着门窗的位置,不能放在卧室和客厅的角落位置,也不能将多把扫帚放在一起, 那么将会让室内风水气场变得紊乱,影响居住者的运势,也容易影响家庭关系的和睦。 扫帚也不要摆放在财位,摆放在财位有将财运清扫出去的寓意,容易形成破财、漏财的风水。 在摆放扫帚时,尽量不要将其倒着放,否则也容易影响家居风水。 那么,松扫帚有什么忌讳吗? 其实,扫帚一般是不能送人的,在民俗中,一般将不吉利的事无事做是扫帚星, 送扫帚会有一种将煤气送给别人的寓意,是一个比较忌讳的事情。 若是一定要送人扫帚,可以从院墙扔出去,让人自己来拿,防止影响风水。 平时也不要拿扫帚扫人或者是打人,寓意不是很好, 容易破坏他人的财运,若是不小心被扫帚扫到了或者是打到了,要及时化解,以免影响运势。 说完了扫帚,我们再来讲讲在佛学里,容易破坏财运的六件事。 相信很多人内心会满是疑惑,学佛人不是应当五蕴皆空,六根清净吗? 钱财又是五欲之手,怎么会谈起财运呢? 钱财在佛门中称作外明,我们的生命称作内明,离开钱财,人是无法生存的。 也正因如此,世人才会贪恋财富,所谓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,只要是合法的钱财。 用于利益众生,自然是多多益善,但生活中,有人散尽家财,又能东山再起。 譬如陶珠公三聚财,三散财,也有人财运稍有起色,一朝不慎,满盘皆输,这究竟是为什么呢? 《善生经》当中,释迦牟尼佛开示,有这样六件事,易损财运,求富贵者要远离。 一是但免于酒,酒界为五界之一,它属于遮戒,对于世人来说,饮酒本身不为国法。 亲朋欢聚又喜欢饮酒住行,不过,饮酒会使人丧失理智,进而产生贪。 撑的念头,单免于酒,即以酒度日,沉免于醉酒的状态。 大致度论列数了饮酒的三十五种过失,直言不饮酒的聪明智慧报,饮酒的疯狂于笨报。 终日饮酒糊里糊涂,算得一笔糊涂账,怎会有彩晕亨通之理。 二是薄熙,所谓薄熙,即摸牌瑶瑟,为人好赌,善生经中有言。 薄熙有六种过失,十读九书,好赌者财富日益损耗。 历史上不乏此类典故,即便赢了别人,输掉的人心生怨恨,又会伺机寻仇。 有得掌者,必然责备赌徒,好赌之人不被待见。 亲朋好友会对他敬而远之,赌徒奸华,众人不会尊敬更难信任他。 好赌者心气浮躁,不是产业,长生出偷盗之心。 三是放荡。 放荡,是指言行举止不受约束,没有规矩,佛门中则是指佛子不守戒条,身心散乱。 佛经中说,生性放荡之人,也有六种过失,不护自身,不护财货,不护子孙,长字经句,诸苦恶法缠身,喜生虚妄,古得有言,放荡之人求财运。 犹如煮沙时为米饭,即便经过百千亿劫,也不会实现,因为,沙时本身并非做饭的材料。 四是迷于祭乐,佛门中有八观斋戒,佛说此戒为万佛之母,其中有不格舞祭乐,亦不顾网观听之说,所谓玩物丧志,沉迷于祭乐,让人稚气颓丧,以歌舞为伴而求财运。 无异于圆目求雨,再者,迷于祭乐,也会让人财产受损。 五十月有相得,老话说,同生马中不服自止,白沙再念雨之巨黑,结善缘是求财运的好方式,但身边若有未有,就是反面的相得益章。 因为若有不信因果,不学佛法,所作所为有被天理伦长,同生相应,同气相求,与若有相交往,必然会受极影响。 自身善法无从生长,财富难以久存。 六是谢朵,历懒贤果与家,成有勤俭败游奢,即便黄金随潮水涌来,也要你伸手去把它捞上来,所以财富都会落在勤劳的人手中。 做人懈怠懒惰,即便家中有做金银衫,也会做知山空。 除了我们要重视扫把的摆放,其实我们更要注重影响财运的的是,以上说的六种不可为,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屡屡得到应验,喝酒,赌博,沉迷网络,交到坏朋友等等,都是我们在生活中时常发生的事情。 如果我们真正将六种不可为,记清楚并不去触碰,那么,我相信你的财运一定不会太差。